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就是爱 祂就是爱的源头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 遇到一些挫折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讲大 当我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就会很直觉一个反应说 上帝你真的爱我吗 如果你爱我 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 我从小弃喘 我就觉得上帝你爱我吗 如果你真的是爱 你怎么会让我 一天到晚在弃喘呢 你知道弃喘是很不舒服的 如果你有弃喘你能够体会 我的气喘是不能够坐 晚上天一黑我就开始喘 然后我要平着 不能平着躺 要坐着 要坐在那里 我才能够呼吸 如果一躺下去 肋骨压到自己的胸肺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办法呼吸的 换句话说 我要坐在床上等天亮 到天一亮 我就比较好一点了 就可以喘过气来 可是你知道 我想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一个小男孩坐在床上 全家人都在睡觉 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里 就一直喘 一直喘 喘到什么时候 喘到天亮 觉得很不快乐 觉得上帝你真的爱我吗 你真的是爱吗 如果你真的是爱 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呢 当然其实 人生不如一的事 真的常常时常发酒 但是在这些风浪当中 走过那些风浪 回过头来看 你会体会说 原来神就是爱 在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里面 神跟亚伯拉罕说 我要跟你立约 我要跟你签一个约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祝福你 我实在觉得昨天跟你分享 哪有这样的事情 哪有是那个要施语 要给别人祝福的人 还说来来来 我们签一个约 签好这个约之后 我定期把东西给你 我要把祝福给你 应该是那个 要得到祝福的人 得到好处的人 怕没有把握 怕你后悔 所以我们来签一个约 可是不是 是这位恩典慈爱的主 要跟我们这些受惠者签约 昨天跟你分享到说 当我自己做了爸爸之后 我能够体会 只有父母亲有这样的心 要给孩子 好像是欠他一样 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 哇 我欠 我是欠你的宅 我上一辈子欠你 当然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 没有什么上一辈子 但是做父母亲 在那个爱里面 你就是会觉得说 我不但要给你 我还要保证你一定拿到 我不但帮你买了好东西 放在冰箱里 我还期待你一定要吃 你要吃 你不要过急 你不要时间 再三地叮嘱 求神帮助我们 然后神跟亚伯拉罕 不但立约 还做了一件事 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 他说你们全家都要 在男人身上 都要行割离 做一个割离是什么呢 因为他说 这个是一个记号 这个约是一个记号 是一个记号 做在你的身体上的 然后做一个永远的记号 这是一个永远的约 我觉得真的好奇妙 那个记号在男人的身上 所以每一个男人 大概自己都能够体会 特别是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行割离 那个割离为什么在你的身上 就是如果那个记号是一个印 你摆在抽屉里面 后来你找不到了 就没有那个印了 你放在家里面 你在外面就看不到它 但是如果是在你的身上 你走到哪里 那个记号就跟着你 那个记号就是随时提醒你 这一位神是爱你的神 愿主今天也提醒你 祂是爱你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